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插入这一篇 是因为这是我最近写的文章 事实上也去年 那这篇文章已经是在大陆的戏剧研究 戏曲研究已经发表了 题目是《从文献论戏曲创作之动机和目的》 各位可以看出说 这样的论述是有什么特色啊 特色就是说都是被人说的 可是都是被人说的 而且是《从文献论戏曲创作之动机和目的》 那可见它包含的文献广不广啊 就非常的广啊 就非常的广啊 如果呢 题目是说 戏曲曲创作之动机和目的 那么这又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我常按各位说过 我常按各位说过 我们做学问 这个 这个 你要表达什么样的止气 在题目里边就要把它说得很清楚 如果戏曲曲创作的动机和目的 你可以说说古人怎么说 也可以说说金人怎么说 然后也可以说 然后也可以说我怎么说 主要在什么样 主要在我怎么说 我怎么认定 如果是这样的题目 可是从文献 请问 古人怎么说 金人怎么说 我怎么说 世上再说的重点在哪里啊 叫古人还是金人 还是我啊 啊 在说古人 所以这个是一种功夫 所谓功夫就是你累积的资料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 资料加以分析排比 所以这样的目的啊 这样写的目的 就让我们 知古 古人到底怎么样 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你要了解古代的戏曲的创作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题材 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内容 甚至于为什么会产生 它那样的一种创作的程式性 种种都可以由此看出来 那因为呢我最近整理的是 对于我这一辈子到现在五十几年啊 所做的研究的总整理 有关戏曲 戏曲学 戏曲史 这两大区块 总整理里边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序论 序论里边的一节 所以给各位的可以说 最新粗鲁的 最新粗鲁的 我这个演言啊 和一般的演言不太一样 一般的演言 就要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怎么样 要来写作这一篇的 止气动机啊 种种说一说 可是我这个呢 直接切入啊 就在戏曲之前 戏曲呢 它的根源啊 可以说是 我们中国乐教里边 有关音乐的这个观念 这个系统 所以啊 在影连里边 各位来看看 从毛诗的大戏 礼记的乐记 这一些呢 把这个主要的观念呢 把它说出来 做一个端戏 做一个这个戏曲的一个端戏 其中啊 引来这些资料里边呢 我有一个啊 比较 整密的分析 这个整密的分析呢 可以说是 我分析 古人对于 乐的观念 到底是什么 配心你把 那个第二页的 第四行 上书谣点 这里念一念 好 上书谣点 说的是 诗歌声律的命意 兼其 发音特写 神人以和的作用 毛诗大句 虽为漢数 毛根说诗之作 但以其时发挥 诗言之之说 故附见于诗 他说的是 诗歌舞蹈 原声的自然道理 礼记乐记 则在大序的基础上 进一步 产发了 六星和六声 互相感发 乃至 智世 乱世 亡国与声音 融通呈现的关系 像这样 对于 诗歌 乐舞的 基本理念和看法 可以说 影响着 此后中国的 每一个读书人 所以 我们也就 不厌其烦的 超入原点如上 而从这几道画 又可以整理出 古人对 歌乐间 原声与发展完成的 观念礼物 那就是 心 智 诗 歌 声 音 踏 舞 乐 也就是说在歌之前 以音感悟心动 而用诗的语言形式 来表达内心情智的感觉 因此说 诗言智 诗者 智之所知也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 而行于言 而歌 则是以诗为载体 从心中 自然流露出来的 揭探和移用 所谓 美心人发四孔的诚 这样的揭探和移用 就是声 因此说 歌有言 声依有 言之不足 故揭探之 揭探之不足 故有歌之 而音则是声的进一步艺术化 是指 配器和律 而彼此和谐的声 因此 八音刻鞋 无相夺文 声相应 故声辨 辨成方 未知音 声成文 未知音 而乐的完成 有时是要加入武道的 因此 有歌之不足 不知 手之舞之 足之导之也 但这种舞 应当只是配合歌谣的踏舞 即所谓的踏谣之踏 如果是佩器和律的音 就应当是守直 甘期与冒的仪式之舞 因此 彼音而乐之 即甘期与冒味之乐 以上 可以说是古人 由心而至 而诗而歌而生而音而踏而舞而乐 系列连锁眼镜的歌乐观念 其缜密连锁之关系 真是见不容法 而由此 也可见其对歌乐 体会之周延与深刻 而由此 也可见诗歌 音乐 舞蹈创作的动机 和其呈现事态人情 以及 悉其 八音刻鞋 神人以和的目的 而若论戏曲雏形之小戏 或为宫廷古迹小戏 或为宗教仪式小戏 或为乡徒歌舞小戏 宫廷古迹小戏 专为贵族娱乐 宗教仪式小戏 余神余人 乡徒歌舞小戏 则与树民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大抵主挥弦 调剂身心 那么 进一步落就 以歌舞愿为美学基础 发展为综合文学 综合艺术的戏曲而言 其创作之动机与目的 又是如何呢 而其实 创作之动机与目的 只是因果关系 其间时事一而二二而一 可以定为讨论 笔者 观其相关文献 可约为 副简 教法 书份 有意 主其母说 加以论述 各位呢 这一段 就是把 把古代呢 这个文献里边 有关这隔月的关系 从它的原生到最后完成 我画那个箭头 对不对 你们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这是从来没有人分析过的 我自己认为呢 把它分析得 非常的 这个理路清楚 因此这一段 尤其什么你们应该要背下来 读中国文学的 尤其读中国音乐的 一定要把那个心 字 诗 歌 声 音 踏 五月 这样的次序 画一画 记在心里 对各位将来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 把这一个历程 加油分析 你想一想 我们中国古代的 这一所谓 圣者先贤 他们脑筋真是细腻 真细腻 他觉得呢 诗歌音乐的完成 最起先就是心 你心灵 会受到外物的怎么样 感动 感动 古人说的心 因为他觉得心灵啊 他触动到外物 外物给你种种的触动 你的心灵就会怎么样呢 会自然有个趋向 往那个方向去的 所谓自 自就是事上是心之所向的 我们为什么要立志 就是把心立下来 我要往哪里努力 所以我们说立志 所以心一动 心引发的情 它就会到你往哪一个方向去 这个去当然去作为 去这个 前进 所以心之后就进 那么你呢 把这个心里边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趋向 你就想要把它宣泄出来表达出来 所以你会脱置于诗 这个诗呢 在这里就是我们呢 油染满心而发 四口而成 就给出来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感受 就不会怎么样呢 二号 青天 三霹雳 这样的一种句子出来 所以前面这个诗 就是我们说的歌谣 是满心而发 四口而成的 这个语言所形成的 这个载体 诗之后呢 你自然就觉得 光接着就会引勇 引勇想要把它宣泄出来 就是歌 那么这个歌 歌 就是最直接的 因此呢 歌之后 就是一种 声音 这个声音呢 的声 和音在古人是不一样的 声就自然宣泄出来的 像歌谣一样的 或者指呼天抢地那样的 都是一种声而已 可是声呢 如果经过修饰 经过配乐 经过艺术化 在古人就认为 那才叫做音 要提升 要提升它的境界 而这时候你的身体如果 光声音宣泄不了 鸽子不足 自然就想要有套 那么那个套 就是我们说 踏腰的踏 是自然的身体的 韵律的动作 所以为着踏 踏呢 如果开始进入到 用艺术的提升 就是一种什么 肢体的语言 所谓舞蹈 舞是肢体的语言 所以各位留意 身是满心而挖 四口而成的 那个身 但音呢 是经过艺术化的 就像它 只是怎么样 肢体自然的韵律 可是舞蹈的舞 就有肢体的语言 在里面 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含义 这叫舞 古人的乐 各位注意 它是要一种仪式 一种作用 一种叫化的功能 最后加上这才是 越真正的完成 这是我呢 从古书上 这样把它分析下来的 我相信我是用心去分析的 而没有人那么样说过分析过 我把它综合起来 所以这一段话呢 希望各位 特别留意它 特别留意它 那根据我们的这些资料的分析 第一就是奉剑说 各位看第二页 奉剑的观念呢 可以说是儒家他们的观念 他们觉得对君王啊 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群子或者百姓 就要用为完的 这个音乐啊 诗歌啊 各种呢 来给他 有所 这个劝说 那么这个劝说 就是奉剑 那奉 就是 为完的 一种 表达 让你从中 有所这个感受 这个对于奉剑呢 在 开始呢 以为元大义来 导正人主的 这是儒家的观念 史记呢 有一篇古迹类传 一个大使家 要有他的这个史诗 你看这个司马迁 对宫廷那些啊 幽灵 就是幽 什么叫幽呢 幽就是以闪烁 可笑的动作 来娱乐人主的 来娱乐人主的 等于可以说 是什么样 宫廷中 君王的玩物一样的 可是他在唱歌跳舞 做一个玩物的时候 他还是要用他的 动作语言 来纠正这个什么呢 君王的故事 司马迁呢 就举出了其中 几个有名的人物 把他们的事迹 写下来 成了一篇特殊的传 叫古迹列传 司马迁呢 司马迁呢 也会写 游侠列传 对不对啊 社会里边 特意独行 而且呢 也有一种 行侠仗义的这些人物 他也写 普通呢 这个 会被写在历史里边 都是 名人 大臣 一定要对社会 国家怎么样 有很大贡献的人 或者地位极高的人 影响力大的人 可是司马迁呢 对这些小人物 他也写 那他为什么写呢 各位 第三页的 倒数第二行 那佩馨你把这两段话再练 史记古迹列传 司马迁 说昌悠在古迹言语中 谈言为终亦可以解分 说幽默多变 常以谈相奉见 刘协文心刚龙协议第十五 因此说 幽贞后西成幽默剧见葬 并绝词试说 亦指尊报 是以子常编试 列传古迹 以其词虽轻回其 归翼正眼 正发挥了史公的指叙 而昌悠也正是后来戏曲的演员 因此唐参军戏 和宋经杂具原本 便成继了这种幽贱的传统 彼此有参军戏及其演化之探讨 列举参军戏 与宋经杂具之 幽语数十条 可以明白看出 参军戏演出时 纯出古迹和寄玉奉献者皆而有之 至若宋杂具 则基为玉奉剑与古迹徽邪 而这种奉剑说 北宋徽中丛林间 马令南唐书 彈邪传第二十一 续说得很清楚 呼呼 彈邪之说齐来尚矣 勤探之古迹 后世因为彈邪 而为之者 多出乎月宫悠然 其阔人主之偏心 及当时之弊正 必先顺其所好 以攻其所弊 雖非君子之事 而有俗书者 作弹邪传 所以呢像这样的观念 就一直呢 在我们 中国历史上 就影响呢 相当的这个大 这个所谓奉剑说的这个观念 一直到我们现在呢 那个敬仇 仇角 对不对啊 在舞台上演出一些很可笑的动作 他有时候会不会借此来 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政府啊 批评社会种种啊 但当大家觉得在好笑里边 诶 就像我们的教育部呢 把这个三猪小猪列为成语 那 又高官贵人 我们连总统都不知道 庆祖南书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啊 庆祖南书是什么意思 只能说好的说坏的 说坏的 但是他们就说啊 以前台大有个教授还说 总统讲功的丰功伟业 真是庆祖南书 那以前也有一个总统 被关过的那个总统 也在说庆祖南书 他的教育部长说 庆祖南书也可以用在好的 这个硬 这个就是 硬硬硬杠硬硬硬要巴结 也不是这样说 因为那个原文 就是在讨伐说 庆南书之主 无以书其恶 把南书的竹子都砍下来 当竹简来写他的这个罪恶 都写不完 都没有那么多竹子可以写 可见恶多不多啊 把所有的竹子砍下来 当竹简来写他的罪恶 都无法写完 可见恶有多少 这乘语应用要知道是 是他的根源 以前也有一个这个什么 中学生写他母亲 说我母亲啊 这个 连 这个年购半百啊 风韵犹蠢 说习粮半老 风韵犹蠢 这个 不能乱写的啊 你们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故事吗 这个男兄梁武帝 梁武帝瞎了一只眼睛 其中他有个妃子姓许 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宠爱 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宠爱 就和梁武帝的一位大臣 发生情感 有亲密的关系 那大家就向这个大臣说 那个习粮如何啊 就彼此之间开玩笑 他说习粮半老 风韵犹蠢 你看这个 这个这样的 怎么可以拿来形容自己的母亲呢 同样的啊 如果一个女孩子 和她的男朋友说 我们两个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 原来是什么好 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古代啊 主人和宾客之间是对等的 彼此都恭恭敬敬的 比如说要三一三让的登堂 登到厅堂 然后对习都是表示这个地位相等的 如果呢 要敬酒 献食物 都要举案其美 就是把这个盘子举上来 再献给人家 表示什么啊 很恭敬 所以举案其美 敬人酒也要这样子再敬 敬 然后拜 所以这个举案其美 原来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后来被谁用呢 你们知道东汉 张帝时候啊 有一位这个 人格很高的 叫梁洪 他呢 不遂于当时候的政治社会 其实张帝时候 还是东汉很好的一个时代 他呢 他呢就不做官 就隐居 隐居呢他 千金小姐要找他结婚 他也不愿意 那么有一位呢 叫孟光 虽然长得不好看 上下 上下看起来没有什么曲线的 不过这么好看 又黑 可是他志气很大 他要嫁一个他喜欢真正的男人 他看上了 这个梁洪 那梁洪也觉得说 哦 你也有志气 所以就娶了他 所以 孟光 结婚以后 哇 穿金戴银 这个头发什么 穿得很 很富丽 堂皇尊贵的样子 梁洪就 不说不话 也不喝不吃 就觉得说哎呀我被你骗了 好 结果呢 这个孟光就说 好 你看 我岂是这样 一下子就把这些 珠光宝契都卸下来 穿上金钗布裙 两个人说哎呀真无欺也 这何必没有 有钱穿好一点没关系 那 两个人呢就隐于这个 这个山中 住在人家狼虎之下 各位知道 屋檐底下 屋檐底下 夹一个板子 古代的穷人有两种住房 一个就是在 叫富郭之民 什么叫富郭之民呢 城外那个城墙 用一个木板搭下来 住在里边的 这就是最穷了嘛 对不对 那你给人家做电容 又住在 主人的囊虎之下 你看 多穷 可是呢两个人呢 这个主人就觉得 这两个人就觉得很快乐 而且呢这个太太呢 哇对先生呢 很恭敬啊 夫妻是最亲密的人 对不对 像你们老师做党魁 家里就管魁 对不对 那我的朋友们呢 都有领导 就可见呢 这个夫妻之间呢 是 是都比较亲密 可以 但是等一下 梦光每一天都 调耕做菜 举按其美 夫妻两个人相敬如宾 本来是宾客之间的 但是他撑了掌头的 一种很和谐规矩的 这个礼法 这个主人就说 哎呀这恐怕是一个闲人啊 后来才知道 哦就是梁红 所以 举按其美 相敬如宾 本来是宾客之间的 对不对啊 但是他撑了掌顾以后 如果你现在把他写作文说 我和我男朋友两个人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彼此磕磕气气耶 啊 我们两个相敬如宾耶 但是这就不合适 因为相敬如宾 举按其美已经变成什么呀 夫妻的用语了 像这些啊 所以成语的应用 好我在编戏的时候啊 编了孟江 在《国家剧院》也 就由一些这个比较小丑的角色 说哎呀 你这不是三猪小猪 这个什么庆祖兰叔吗 就上下一话 一说 哇全体这个什么 整个《国家剧院》的观众啊 都笑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啊 我们的什么 丑角还有这里 还由这些参军系 转化成一种说唱文学 是什么说唱文学啊 相声 相声里边也常常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就是继承了古代怎么样 我们中文儒家 幽灵的什么传统啊 对 予古迹辉邪 予奉剑予古迹辉邪的传统 就一直到现在 都有这样的一种传统 第二教化 那教化的观念啊 更是这个什么呢 儒家的观念 因为在咱们中国啊 每一个 每一家宿的学说啊 都有他基本的要来达成他的学说的目的 譬如说儒家 他认为这个世界呢 是可以化成的 这就可以经过教化来完成的 他认为 他认为圣贤是靠修为可以达成 这就叫化成兽 所以他重视的当然就是教育 那么道家呢 道家呢 道家就觉得啊 这个宇宿这么大 人的智慧啊 是有限的 以我们为小的智慧 其实无法了解整个宇宿 所以我们只能顺自然 所以他们自然就是什么意思呢 自然就是天呢 所以我们只要顺天 顺着大自然 大自然里边的什么道理 我们不必去追求他 就顺着他那个 就可以无伤 而可以逍遥 所以人呢 就不能逆天 对不对啊 不能逆天 那么法家呢 法家就觉得啊 人的能力是靠智慧 所以他们要分别是非 分辨是非 分辨是非 就可以用你的智慧 去征服大自然 所以 法家呢 是认为啊 人是什么样 是可以胜天的 他认为 我是故我在 用你的智慧 可以改变一切 所以他讲究法 一切以法来规范 所以呢 他的文学艺术 也都能够达到这一些 这些观念啊 是在儒家里边 那么各位也因此呢 可以看出啊 在戏曲里边 常常就要拿忠孝节义 对不对啊 都是这个观念 如果 把我们一个自我来分析的话 一般人呢 都觉得 这个行区 就是真我 所以美丑 或者是贫困 这个什么呢 贫富 等等地位 就是真我 我把这种我啊 教授 以你这个行区 以你这个行区 刚真我 所以长得丑 就要怎么样 就要去整容 这是行区啊 可是儒家呢 他觉得 你一个人 就是要修为 所以这个呢 观念就是 德性的我 认为德性的我 才是生命的意义 你道家呢 觉得啊 顺自然 与天地合一 一花一草 多事可以移业 天地与我 是并生的 所以道家呢 觉得人生呢 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在生命里边 掌握生命的趣味 所以 我们九党的人间愉快 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 所谓情趣的我 可是呢 道家呢 他一定要论是非 不是有一个故事 庄子说什么啊 汉会师在豪梁上 有一条小白鱼 调鱼出鱼 调鱼出鱼 庄子就说 哎呀 调鱼出鱼 是鱼之乐耶 慧师马上说 子非鱼 安之鱼之乐啊 他就要把人 我 用智慧分开 所以呢 他是一个智慧的我 他认为 生命之中 叫智慧 论是非的 可是佛家呢 觉得 摄像皆空 什么都没有 那最高的境界 他还是跟 空灵的自我 心灵 澄测的像 一红沉水一样 所以这是空灵的自我 其实呢 我们 为人处事 如果善于利用这几个自我 才真正可以悠有于天地 你 服务众人的时候 你 一定要 取其德性之自我 来化成天下 你呢 自己 对生命的指规的时候 能与大自然合一 享受生命的情趣 你在处事的时候 也应当要法家的智慧 你修心的时候 修心的时候 都用佛家 修身的时候 都用道家 为人的时候 都用什么 佛家 只有哪一个不值得学习啊 行驱的自我 这个太现实 这种只能利己 只能利己 不能利人 就拿几利 几利人来说 我们每个人 出发点 都可以利己 但是你先利己来后 你又能进一步利人 那么这个人 是可以家人 可以你的学生 可以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乃至于 你处的社会的 这个社会人 处于国家的国人 所以这个利人 利己利人 是最可以做的 利己不利人 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是个坏蛋 或者专门欺负我们 当年的日本人 那当然就 不利他 也可以 而损人不利己 是怎么样 最不可以做 各位呢 从这些都可以 推演出许多东西来 我们中国的戏曲 当然到明代才真正成熟 偏偏在明代 政府啊 就下了两道 很严厉的这个法令 其中一个是定在法律 一个重申的 佩欣宁念那个 永乐大典那个 第二个 沐启元 刻作坠语 卷石 国初榜文云 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 该 行科署 都己事中 朝润等奏 启示下法司 今后人民 昌忧装扮杂剧 除一律 神仙盗办 亦夫结婦 孝子顺孙 圣人为战 及欢乐 太平者不尽万 暂有 限如 帝王 盛贤之 词曲 架头杂具 非律所该宅者 甘有松长 禅宗 印脉 一时拿送法司 舊纸 奉纸 但这等词曲 出榜后 限他五日 都要干净 将副官烧毁了 甘有松长的 全家杀了 限五日 都干净 烧毁 否则全家杀了 这样的言行 运法 不止 作者被笔 演员未缩 这时观众也裹足不前 戏剧限制到成为 宣传宗教道德的工具 比起宋元自由发展的 恢弘气魄 自然要萎缩退化了 太祖这条律令 和成主这道访文 非常有效 有名一代的剧本 碰到非戒种 皇帝不可的地方 便只好以 箭头观来敷衍 至于像 《罗本》 《龙虎风云会》 扮演宋太祖 那恐怕是 禁令之前的作品 《罗本》是 源源入名的 李天成 齐宫学岛 扮演姚舜 城市连 帝妃尤春 扮演唐明皇 以及 《张静淑》 《原曲雪池开行》 《汉宫秋》 《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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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场每次把这念想 身乎一礼 盖依人所异小者 已感动之 扳演出来 始世上 为子的看了殿孝 为臣的坎殿中 为弟的看了敬其胸 为兄的看了有其弟 为夫妇的看了相和顺 为朋友的看了相敬信 为继母的看了不管钱字 为徒弟的看了毕命其失 妻妾看了互相嫉妒 不避害了互相嫉害 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以逞创人之意志 劝化世人 使他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自古以来 转音都为这个样子 虽是一场假托之言 时万事刚常之力 其余初初娇人 不无小谷云 各位 这是不是明白的 要把戏渠当作教化的工具 所以这种观念 历朝历代 你们自己看 多如女卯 子不生屈 也因此使得 我们中国戏渠乐之外 必须要教化 所谓欲教怎么样 娱乐的这些现象 那么这样呢 它的主题思想 自然就成为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 多了就会不会动人啊 就不太会动人 所以我们的戏渠的哲学思想 就会弱一点 这个也是我们呢 在这样观念之下 产生的一个戏渠的主题思想 不如西方的缘故 第三呢 还有书份说 第十页 这个书份说 各位可以想见 一定是什么呀 一定是读书人 读书人如果说啊 科技顺利 这个大官贵人啊 都坐上了 会不会有什么要书份的啊 一定是考不上的 对不对啊 科技考不上的 不得意的 或者考取了 官场很失利不顺的 才会有这种现象 那么各位 这个始作雍则开始的又是谁了 哪一个人在历史上 司马迁 对不对啊 司马迁呢 他因为为李灵啊 来上作者 说李灵是不得已的替他说 可是汉代的刑法很严峻 司马迁就因此被怎么样 辅刑 对不对 那辅刑这个对一个读书人说 是齐齐大辱 所以司马迁整部史记里边啊 处处都会看出他这一种 偶然像潜藏于地表底下的火山没落一样 随时在那边想要喷发出来 所以这个王云啊 这个王云啊 就说啊 柏处处和书齐的事迹很少 对不对 可是里边发挥的愤懵呢 是最伟的 好 此千古不朽之书 比白杜甫一位要封其暗语文王卿 要为君谈笑禁不杀 一位要致君遥顺赏 在使封屠纯 但都遭事不偶 便将一度疲玉国之气 发泄而为诗歌 于是一位成为诗圣 一位成为诗仙 这样就承认往后为人命运不济 蹭蹬尾顿 转化生命力 以成就民生事业的一善法门 各位啊 我写几个名字给你们分辨一下 我写准备 为诗歌 我写准备 我写准备 rise 我写准备 你们不能继细备 我写准备 我写准备 这乎分 我写准备 有没有 我写准备 好 我写准备 运 好 我写准备 消失识备 像这几个词汇 你看这个意志造字 是不是啾啾惨惨 让你不舒畅 那么多笔画 一个人如果 诚意 好不好 这里边有 不好的有哪一些啊 我想 诚意一定不好 记忆也不好 压抑呢 不 这个欲博呢 欲哲呢 欲闷呢 欲哲 就神情快乐了 也不好 欲闷 老是在里边 舒坦不得 真正有一点可救的 就压抑 还有 欲博 为什么我说这两者啊 对一个人呢 还有救 而且转移呢 可能更有成就 司马迁 李白杜甫 就是 压 欲 把这个欲呢 压住了 它会不会有一种 要反抗 书发的力量啊 就有 书发的力量就 欲博 你欲了 但是要博发之气要出来 这个就是他们把一生的不得已 变成他的史迹 变成他的诗的创作 可是 元代的读书人 几乎都是什么 诚意 积意 意觉 意闷 所以元代的读书人呢 我底下引了很多元代读书人的这个 各位可以看 尤其那个元代的大作家 他马志远 他自己的这个生命遭遇 也是反映在他的作品里边 因此戏曲里边 就有一批 抒发自己不得已的这种情怀的 这种作品呢 也很多 这个是 也请各位自己看 第四 二十页 游义说 游义说呢 这种人一定是什么样的 得意不得意的 得意的 一定是 这给贵族 或者是 在这个什么呢 官场 顺利的 生命成就高的 他也是个文学家 他也想借着文学呢 戏曲呢 来好玩的 来好玩 因为孔子说 文学可以怎么样 游义 可以游义 游于艺术 游于文学之中 可是这样的这种作品 往往有没有生活的思想内涵啊 就没有 但是他一定的好处是怎么样 迟早 美不美啊 迟早就会很美 因为他有闲 比起苏东坡 那么欧阳修 和艳书 这一些这个重贷的 得意的人 他们可以说 优以一 所以欧阳修的 词的作品 虽然 也是 低流的 但他的身后 他的动人 就不如 斯东坡 就是因为他 我这一次到 厦门呢 厦门有一个 古琴文化研究所 就是里边 都和古琴有关的文化 包括文学啊 包括理论啊 包括这个演作啊 还有甚至 古琴的制作等等 其中他有古琴研究院 我也被册封为 顾问 我去了什么顾问呢 没有办法 来来来来 对他们有奉献 做贵宾也不好做的 没有用 结果我就 把他们没有做了 门口的对联啊 每一个地方啊 的这个 警务啊 和这个寝的结合啊 提了 实际所诗 给他们去运用 或者为这个琴做了以后 在琴上提的诗也做了 算是报答他们 其中呢 他们一直就是说 这古琴研究院啊 古琴这个什么 要有一个校训 因为古琴研究院 他们确实是当学校那样来处理 啊 说好些人提的字 提的这个孝训啊 他们都觉得还不够到位 我就说啊 你们这个艺术啊 是高级的 这个真是修心仰性 你就用以义游心 拿义术来游心 以义游心 结果 这个他们 就这个以义游心 所以以义游心 就变他们的孝训啊 因为呢 其实我就想到 古人有游怎么样 游义说 文学有余游书这样触发出来的 好 这个呢 第五 祖情书 请问 戏曲里边写的最多的 最动人的 我们所说的这五种目的 世上是哪一个最主要啊 主情说 因为情是说不完的 情是动人的 好 各位 请看二十四页 明代真位以后 言情不大 几乎到 而情有说完的故事 言不尽的篇章 虽然使得明星传奇 十步九方思 但 巨主红篇 政府不少 戏曲中 真正能呈现 传统中国爱情 真意和现象的 就数名百姓而言 莫过于从我在卓著 俗文学概论中 所说的民族故事 诸如牛郎之女 西施 昭君 杨妃 梦江 梁柱 白蛇等 所改编的相关剧作 就是大夫而言 从传奇小说 贵真记所改编的西香记 和杜丽娘墓色 还魂记所改编的 古丹亭 在庶民百姓 常年积累而成的 民族故事中 牛郎之女 虽有神话 而鲜话而传说 但原本所反映的是 人们在威权的家长 志下 欲求男跟女之的 简单爱情生活而不可得 夫妻终于被生生撕离 只能每年七夕 相会缺巧的痛苦 梦江里除了塑造一位 坚真竭烈的妇女典型外 也反映了暴政苦名赋义 猜善恩爱夫妻的悲情 而她那一哭 哭天强地 赶鬼 气神 红红烈烈 长城为之 崩溃 哲书发了数千年的 边塞之苦与生命之痛 梁柱 容历代爱情故事于一炉 有古代女子 恨不为男而生的惆怅 和热切求学的欲望 由耳定思摩 油然而生 而不可恶意 而生死已知 而目裂同爱的深情与节恋 而人们赞叹他们 死生至爱 哀悼他们 又亲人不能成为眷属 而装生既然可以化为 栩栩然的蝴蝶 为什么不可以教他们的真魂 两世驾东风 成双作对 偏先于天地之间 白蛇虽是神怪 而物母合一的理念亦颇明显 他勇于奋斗争取爱情 而人们既改念他的牺牲无畏 卑逼他的遭殃受难 而他有此梦交 为什么不可以教他 公众状元 依紧祭他 超过他于古代 西施虽五月征战中 实无其人 但他承载着古代美人过水 如包达王国的观念 和清灭国即爵士的 女间谍众人 厌无他的人 便叫他落得各种不得好死 喜欢他的人 则叫他功成离旧 随着心爱的范梨 做五谷之游 昭君是汉原帝 后宫梁家子 在和清众策下 嫁给孤安爷 雕 桃 墨高两位 男胸罗父子缠鱼 生儿养女过了一辈子 但在民族故事 思想 情感 在理念的作罪下 玉石昭君 成了茂为后宫第一 能够使用神兵 玉头佩楼香而死的 竭裂美人 在文人心目中 也把她当作香草美人 来富士饮肉 来寄托心智 杨妃本为圣王妃 被唐恩皇度为女道士 入宫侧为贵妃 真是一出唐恩皇之的 公公夺媳妇丑剧 杜甫北征 用不闻下音衰 中字珠包达两句诗 把她定现为 挑起安史之乱的 坠魁祸首 司马光资质通剑 更诸夫不义地 污蔑她与安路山 慧乱后宫 索性白军一常认歌 说她是蓬莱仙子 管唐以后 她也逐渐成为月殿嫦娥 亲人鸿生 茶中殿 更有五十出 写她与唐明皇的生死至爱 西乡记有梁西北律 一号称王师傅之北律 快日人后 其题材取自唐人小说 原整一名传 她和讲房或小玉传一样 她们原本写的是 唐代士大夫恋爱的 实际情况 只能在不被礼教管辖的 旅道士或岳户歌迹中 去寻找没有拘束的爱情 然后予以抛弃 再去选取名门归秀成婚 以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并为家族尽船中接待的责任 但也为戏曲盖座团圆之后 就成了许多才是家人故事的典型 这期间的情境 就成为人们的戳破离家囊龙 达成自由恋爱和微婚姻的向往 由以上可见 爱情在传播广内的民族故事 和戏曲小说明片中 其主要人物都成了某种爱情内别的样本 像牛女的爱而被撕离 梦江洁烈的感天和地 西施的舍牢报国 昭军的智杰 赵武龙的等身有裂 梁柱的生死不渝 明天最新的成分 淘汰为了奋斗的一网无鬼 旧中虽然加入不少民族意识 思想 情感和理念的成分 含有更多的意义和内涵 但剖析其维系爱情力量的核心 则实在也脱离不了 真心所生发出来的真情 即此又使我发现到 庄子贵真说远大的影像 更在一代高四一代对爱情住戒的提升 据我观察 尽管有的理念前人已涉及 但把他当作任职来发挥的 应当是秦官 袁浩问 汤贤祖 洪生此家 他们可以作为宋元明清 自嘲的代表 秦官歌友 牛郎之女 雀桥会说 两情认识九长诗又起在朝朝暮暮 原话问散叹 迅琴的同验 开头 就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庄贤祖母丹亭提词云 天下女子有情 宁有如度令人整呼 情不知所弃 亦亡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于死 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志也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 天下其少梦中之人也 必应见证而成亲 但卦冠而为逆者 皆行寒之论也 红生长生殿船盖 满江红云 金武情唱 问谁个真心到底 但不佑 今成不散 终成别离 万里何从南贡北 两心雅论生何似 孝明间儿女 畅元谦无情耳 赶金时回天地 照白日垂青史 看城中子上 总有情志 先生不曾山正伟 无才取义三公子 借太真外传 古心词 情而已 情外认为真正的爱情 并不再随时随地的亲密 而让人超越广远时空的阻隔 和考验 他显然是要将人间形貌 相悦的恋爱 提升到柏拉图式的精神境界 袁浩问则进一步将爱情提升到 死生不渝 超越生死的境地 因为浩生勿死是人之常情 而一旦能是生死于无惧的一堆能力 其爱情往往十分真诚 十分感人 唐贤祖又颇为中严地发挥了 生死至爱的情境 他认为 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 才称得上一往而生的至情 也就是说 他积极地认为 爱情非终于完成不可 其努力的亲情过程 就是出生入死一所不息 唐氏的这种至情观 与之时代相近的张琪 在其同取主坛 情之物言中有所发挥 人情中也 人而无形 不至于人矣 何望其至人孤 情之为物也 亦耳目亦神里 望惠宁 费极寒 穷种 九州 费八荒 穿金石 动天地 帅白物 生可以生 死可以死 死可以生 生可以死 死又可以不死 生又可以往生 圆眼静静 幽幽样样 要福知其所知 可见 情之于人世 何等的 无所不至 无所不撼走 而洪生则更加玩意地 建构爱情的境遇 他几乎是纵合 以上该家的观点 并摇成庄子贵真的理念 认为真诚不散的真心 是爱情的基础 由此基础 依然有缘成为家偶 而且可以超越时空 超越生死 一样的永生不渝 他甚至于认为 爱情的力量 也可以使今时为开 天地回旋 光耀百日 永垂心事 严妙 如家所创造的 神中子孝 也是从事情 生发出来的 则洪生的子情说 其实是调和 儒家伦理 佛家缘分 道家精诚而成就的缘脉 这篇可以说是我的爱情观 那事实上是根源于什么 根源于我们中国的 民主故事 还有文学名片 以及四位文学家的 对于爱情的观点理念 这一些可以说是充斥着 我们整个中国戏曲里边的 思想内涵 也是任何一个时代 都会发生的 都会一再受人重复的 好 最后 再把32页的结论 看一下 以上就文献所见 为了戏曲创作之动机与目的 由于动机与目的 就创作而言 实为因果关系 甚至可说是一体之两面 所以可以合并探讨 而约为端 其实奉剑说者 实为古佑之传统 司马氏所谓财年为终 亦合以解分 其对君主 与奉剑与古迹辉 以宋杂剧最为典型 而是取发展为大喜之后 宋经杂剧院本 起初做插入性演出 后来化身为 剧中之插客打混 虽获不失其讽刺之志 但多为出诸 古迹辉胁以博人一笑 炫育之意自然不存 其持教化说者 自是笔持先秦国家 欲教理论的观念 劝导人人道德 忠孝结义 尤其 明清两代 助为律令 更是戏曲走上 作为高台教化的工具 戏曲所呈现的思想理念 便显得千篇一律 日久深复 积重一半 不免使人念烦 而其教化 即使在今日 何尝不也是一种戏曲 创作之正确法门 只是如何从中窥沉出心 如何似春风话语般的润目系无声 则有待于最作家林妙之文玄技巧 其持书分书者 不必说是起于太史功 诗经小雅 节能山 就有家谷作诵 以救王兄之语 家谷作诗的目的 是要追究王政败坏的缘由 很明显的 是在抒发对主政者 大师与仪式乱政丧失的不满 可见作家发奋诸为篇章 自古而然 何况 元代为人身处 天亮的政治和社会 何况名代世子 平遭磕场蹭的了煎熬 而其实 戏曲之悲剧男戏正而受刑 则自斥笔 以消凶中快累 也就很自然了 其吃游艺书者 自有功名富贵 场中等一之人 不为彰显自家财亲 不为赏心乐事 不为富庸风雅 也不明解识心气趣 来做游艺笔墨 而这种剧作 纵使有华丽的词造 精准的格律 也绝大多数 失诸 情感贫乏 思想浅薄 排场平庸的弊饼 要从中找出明天佳作 恐怕比披上解经还难 所以 像明州县王朱友敦 承栽杂俱 三十一种 纵使功证有余 其他则不足观影 其实主族说着 成人享有 亲情 爱情 友情 人情者 为人世间 最幸福 最快乐之人 而此 自情 因人 事 日心 月意 说不尽 一喜 不完 有其 爱情 最为动不了 滚破 最为人 所 气慕 追想 也为绝佳之创作题材 此 实为 实目传奇 久相思之缘故 躺不流入 情节 无需之苛咎 不拘腻 思想理念 与成佛 躺然发 人性之底蕴 探人性之渴求 出逐自然而然 使人如 万想思应 千分共鸣 则 至已至情 何须顾虑 无可凭借之观目 遭思目想 何须忧愁 难于严宣之音声 其题猜必然顺手可念 其情节必然 以年入胜 其只趣必然 叹懂人心 盖以情为真为诚 实为人们最根本 渴望的需求 其情事不仅在古今之外 更在你我之周遭 然而此古人武说之外 古今之艺文创作 由其作为艺文最 总体表征之戏群 难道更别无可说可论 笔者认为 他能以 博大均衡之收金 真至自然之性情 高瞻原主之含量 如日月之名 光照于无私 为人类寻觅 何以来生命运之途 何以人间愉快之方 而存在于 戏曲歌舞月之中 则 竖即可以补悍 但很遗憾的 戏曲自晚期以来 却每每荣为 政治都跟工具 简约言之 清末被有志士 用来作为驱逐大陆 恢复中华的革命工具 八年对日战争 用来作为对日抗战的宣传工具 国共内战 彼此也用来作为 丑化对方的工具 而戏曲在台湾 与日本帝国统治下 更被迫当作 侵略挺进的传声筒 国民党退守台湾 照样以之为 反共抗恶的宣传媒介 试想戏曲是 民族艺术文化的 总体表征 是何等的崇高尊贵 而在国家动党之下 静默的如此不堪 所谓因此不弃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都已被当工具为室 更何况是属于 全民族的戏曲呢 所以这个工具说 我是急什么 急讨厌 那因为呢 我不喜欢它 虽然它呢 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创作的动机目的 但是就把它拉到后边 骂一下就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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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